哈利利亚,我们诸位亲爱的牧道朋友,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持人典,让我们继续来学习真实的信仰。 真实的信仰才能够带给我们平安,真实的信仰才能够让我们来脱离辖制。 错误的信仰是让我们绑手绑脚,更加的不安,而且受到束缚。 并且我们昨天也提到,真实的信仰才要让我们去体验到真神的爱。 没有错,我们是敬畏神,但敬畏神不等于是恐惧神、害怕神。 就好像孩子尊重父母,存在着敬畏。 一样,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重要是我们跟神之间是存在着爱啊。 我们知道神祂爱我们,不是爱我们的金钱。 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是白白地得着恩典,因为神祂不是要我们的钱。 但错的信仰就不是这样,它是要物质,要我们的钱,这个就不是真实的信仰。 所以我们认识真正的神,才能够让我们得着真爱,因为神就是爱。 真爱也是由真神的基础,我们透过这样子的基础,去帮助人,去爱人。 那我们今天要更进一步来讲,真实的信仰,就是要我们认识这位神,跟祂的生命有所连结。 所以在那个爱中,跟神的生命有所连结。 那如果我们拜错了神,当然就是跟那个灵去连结。 所以信仰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是单属于我个人,不是拿来跟其他人去比较。 是我对神的体验,我去领受从神而来的爱。 这是我个人专属的关系,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连结。 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去强调的。 所以首先我们要先提到,其实生命很重要。 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六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 新约圣经二十三页,二十六节。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这段圣经章节,提到生命的重要。 如果人钱赚得再多,但很多时候却无法用金钱来换得健康,甚至换得生命。 很多很有名的人物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说郭台铭,面对以前的妻子生病,一样,虽然投入了很多的心力,花费很多的金钱,但仍是无法让自己的太太能够得着医治。 他的弟弟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是生病 但只能够眼睁睁地 看他失去了生命 在这样子人间的悲痛当中 就好像主耶稣 他所告诉我们的 生命的可贵 生命的重要 但主耶稣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 我们会以为说主耶稣在讲的 只是我们肉体的生命 没有错 肉体的生命很重要 但主耶稣不是单单要讲这个 在讲什么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叫属灵的生命 这个是从主耶稣的教导 圣经当中的记载来告诉我们 我们所着重的不单 只是单单肉体的生命 肉体的生命会有走到终点的时刻 不管有没有相信耶稣 不管有没有信仰的人 其实都一样 但是我们还有属灵的生命 所以主耶稣曾经这样子来说 我们请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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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月圣经九十五页 路加福音第九章 五十九节 新月圣经九十五页 五十九节 又对一个人说 跟从我来 那人说 主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六十节 耶稣说 任凭死人 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只管去传扬神果的道 在这里我们看到 耶稣好像很不近乎人情 他的爸爸故事 主耶稣不让他回去 来埋葬 其实主耶稣并不是 并不是违反人性 还是说不在乎这个伦理 不是这样子 而是那个着重点 已经来到耶稣的面前 准备要来跟耶稣 但却什么 找了很多的理由 来谈塞 所以主耶稣讲了一句话 他说任凭死人 埋葬他们的死人 是两个死人 第二个死人 我们比较能够明白 第二个死人 就是讲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 肉体的生命 已经走到终点 是死了 这个很确定 这个是死人 但却说却讲说 任凭死人 埋葬他们的死人 就说你不要再当 那个第一个死人 你不需要怎么样 死人去埋葬死人 都是死人 所以从主耶稣 他的角度 在教导这一个人 所告诉他的 是什么 不单单是指着 肉体的生命 而是什么 而是主着属灵的 都是死人 所以我觉得 要我们现在 我们更好理解 最近的电影里面 很多那个上司 很多那个好像 被什么吸血鬼咬到 好像就是成为 那个上司一样 行尸走漏 好像是活的尸体一样 类似是这样子 它里面 是没有生命 所以主耶稣在看待生命 其实分作这两部分 肉体的生命 跟属灵的生命 主耶稣基督 他更看重的是什么 更看重是属灵的生命 要不然是什么 要不然只是死人 埋葬死人 从神的眼中来看 都是没有生命 的一种死人 这是我们从主耶稣 祂所教导我们的 那既然如此 这一份的真生命 这么的重要 我们的生命 要和神的生命 来做个连结 我们必须做 三件事情 第一件 从圣经的道理 主耶稣的教导 来告诉我们 我们要相信 生命的主 唯有主耶稣基督 祂有真正的生命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十四章第六节 新约圣经一百四十九页 十四章第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 能到父那里去 什么叫到父那里去 有两个含义 一个含义就是 将来能够到 永生神的天国 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我们的生命 将永远跟神的生命 来做连结 所以主耶稣说 祂就是那一条路 这一条路什么 是真实的 这条路是真理 什么叫真理 真理就是绝对 不改变的道理 不会随着时代 而来改变 更不会随着环境 而来变化 是真实 不变的道理 在这个道理当中 在这条路里面 所强调的就是生命 相信耶稣基督 祂有生命 而且是什么 而且是唯一 唯一的一条路 所以主耶稣来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来得着生命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章 约翰福音第十章 是要让我们得着生命 好 后来我们就会引发出一个问题 结束来要让我们得着生命 但是我明明活得好好的 我也没有死掉 结果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什么叫死人 埋葬死人 凭什么说我是活死人 其实圣经所提到的那个死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就是没有脉搏 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 那个死是什么 那个死是提到说 我们一样是活在罪恶的生活当中 是死在过犯罪恶里面 我们来看以福所书第二章 以福所书第二章 第二章第一节 这个在我们步道会 第一天的时候 我们有读到 新闻圣经两百七十页 以福所书第二章第一节 第一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原来这里保罗就直接来讲 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为什么需要从主而来的生命 因为我们是已经死了 死在哪里 不是没有脉搏呼吸心跳 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是受到罪恶的挟制 是在魔鬼的捆绑里面 他说他叫你们活过来 这个他就是指着天上的真神 就指着耶稣基督 他的救赎 所以耶稣基督 他是这条生命唯一的道路 相信他的目的 就是要能够来得着生命 而且不单单 只是在现在 而是持续到永远 我们叫做永生 所以我们常说 信耶稣有永生 信耶稣有永生 所提到就是永远的生命 永生的拆开就是 永远的生命的意思 所以主耶稣曾经这样子来宣告 这样子来应许 我们再看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二十五节 新约圣经一百四十四页 十一章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二十六节 凡活者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所以主耶稣更直接 这样子来讲 相信他 就必得着永远的生命 所以透过耶稣基督 他的救赎 我们就永远不死 所以一个基督徒 他肉体的生命 也会走到终点 但从圣经的真理 从死的角度来看 是什么 他说我们好像是睡了一样 到末日 我们都要复活 进入永生 到天佳六远当中 去享受那永远的荣耀 所以我们从耶稣基督 他的应许 也是让我们去追求的 就是这一份属灵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 跟神的生命连结 让我们的生命 因为相信耶稣基督 他的应许 能够得着永生 那透过什么呢 透过洗礼 我们再看罗马书 第六章 罗马书的第六章 第四节 新卫圣经 两百十五页 罗马书 第六章 第四节 第四节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 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 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 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第五节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所以保罗他进一步来强调 在这个时代 我们要去相信生命的主 我们不是只是口号 我口里承认 我心里相信 那我就得救了 我就有用的生命 不是 还要透过什么 要透过洗礼 因为洗礼是与主同死 同埋葬 同复活 过去的旧人 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但如今得到耶稣基督 所示给我们的新生命 就已经复活了 所以一个蒙受耶稣基督 他救赎宝雪的洗礼的人 他是已经复活了 所以我曾经有遇到了一个弟兄 他以前很喜欢过生日 很喜欢过生日 他觉得生日很有意义 除了跟父母亲来过 来纪念 爸爸妈妈对他的养育之恩 那也透过生日能够三五好友聚在一起 但是当他洗礼之后 他的观念改变了 他认为他原本的生日不再是这么的重要 他反而觉得 就是他领受真理洗礼的那一天 所以他常跟我讲 我的同学呢 他说你的同学在哪里 你的同学就是磐石 磐石就是我的孩子 他跟我的孩子同一天洗礼 所以称我的孩子叫同学 我说哪里是同学 你都已经五十多岁 我的孩子还不到一岁 你怎么称之叫同学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是同学 我好像就是一个新生的人 所以他都记得他生日的日子 那也记得他洗礼的那个日子 他觉得这一天是很有意义 就是重生之日 是耶稣基督保血 救赎他的日子 所以圣灵告诉我们 透过洗礼 让我们有这一份生命 好 那我们来谈谈第二个 第二个他告诉我们 我们要得着这一份的真生命 就是要聆听生命的道 我们请看十如行传第五章 十如行传第五章 第五章 第十九节 新闻圣经一百六十九页 五章十九节 十九节 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间门 领他们出来 二十节说 你们去站在殿里 把这生命的道 都讲给百姓听 在这里提到 天使拯救他们 并且吩咐他们 说神的道不被捆绑 这个道是什么 这个道是生命的道 既然是生命的道 是攸关生命 是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要讲给百姓听 因为很多人在罪恶 患难之中 是没有生命 我们再来参考阿摩斯书 阿摩斯书 第八章 第八章 第十一节 旧约圣经一千零七十九页 阿摩斯书第八章 第十一节 一千零七十九页 十一节 主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 人饥饿非恩无饼 干渴非恩无水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这段圣经说 当日子到的时候 那个饥荒会产生 但是那个饥荒 是属灵的饥荒 那个饥荒是缺乏生命的饥荒 所以很多人四处寻找 但是却是找不到 找不到真理 所以美貌的处女 和少年的男子 必因干渴而发婚 意思说 外表都是很美丽 但怎么样 但内心很空虚 内心很缺乏 所以我们知道 在坊间的书籍当中 有心灵鸡汤 有心灵点滴 有心灵补药 就是为了去满足了的心灵 但其实从人间而来 人的话 不能够真正满足人的心 所以圣经 它的真道就是生命 所以我们要来领受 这一份的真生命 就是要去查考真理 因为这个真理里面 就是在见证耶稣基督 这个经就是指着耶稣基督 他所说的 能够让我们得着生命 得着永生 我们再来看 约翰福音的第五章 约翰福音第五章 第五章 三十九节 新约圣经 一百三十三页 约翰福音第五章 三十九节 三十九节 你们查考圣经 因你们以为 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 就是这今 四十节 然而你们不肯 到我这里来 得生命 在这里 主耶稣 他就这样子来告诉 当时候的人 他们查考圣经 他们觉得内中有永生 这个永生就是 永远的生命 但圣经是为了耶稣基督 他来做见证的 透过认识耶稣基督 查考这一份的圣经 能够让我们来得着生命 所以我们读了再多的 心灵补药 心灵鸡汤 其实我们更是要看重 圣经 他的真理 因为圣经 非单只是一般的书 他就在介绍生命 到底生命 是从何而来 我们的生命 跟神的生命 又有什么样子的关联 如何让我们的生命 得着丰盛 其实圣经当中 都很直接 来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 不单单只是教人 更有聪明 所以很多人在看圣经 认为说 圣经能够帮助我们 譬如说是教养孩子 圣经能够帮助我们 夫妻经营 圣经能够帮我们去理财 那当然这些不是说错 但是圣经最重要是什么 圣经里面最重要 就是让我们来得着生命 所以很多人 来阅读这个圣经 但是那个方向 确实要正确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第十五节 新密圣经三百零四页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 十五节并且知道 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十六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意 都是有意的 十七节 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这段圣经章节 它很清楚来告诉我们 这本圣经 透过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不单只是帮助我们 在生活当中有所注意 更是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什么叫得救的智慧 就是帮助我们的生命 能够丰盛 帮助我们的生命 能够得着永生 也帮助我们的生命 能够跟神的生命 有直接的连结 所以读经的生活 是十分的重要 所以在世间 我们才会听说 他怎么讲 他怎么说 其实这些都是其次 重要是说我们有没有在看 圣经当中的真道 才能够有一个分辨的力量 常常这个这样子讲 那个那样子说 但其实那个都是人的话 并不是神的话 所以要能够让我们得着生命的智慧 就是我们自己去读 我们自己去明白 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来得着 这一份的生命 所以曾经有一个牧师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 请问你是传道吗 我说我是 他说有一件事情 想要拜托我 我说牧师 你讲的是什么事 他说我们是不排斥 我们的弟兄姐妹 去你们教会 去听到 但是我拜托你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 到你们教会的 这些弟兄姐妹 你们又把他带去洗礼 原来我知道 他在讲哪一个人 就是有一个长辈老人家 原本是在他们教会 那后来到真书教会来 后来来接受了洗礼 那我就跟这个牧师来说明 我说牧师 那你也不是说第一次来认识 我们真书教会 那虽然他有在你们教会 有洗礼过 但是我们的洗礼 是按照圣经当中 是按照真理的方式 他听到按照圣经的真理 他就很生气 他说难道就是你们 真书教会 有追求真理 有查考真理 难道我们没有吗 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就说在史如行传里面 提到那个哀提阿伯的那个太监 他在旷野当中 那菲利来就近 跟他来传福音 后来为他来施洗 他说那你想一想 在旷野当中 怎么会有水 在旷野当中没有水 所以他的理论是说 所以没有水 所以旷野里面 他们是点水 滴水 或者是洒水的 我就跟牧师来提到 他说牧师 我读圣经 我的理解 不可能是点水 滴水 洒水的 因为洗礼这个字 在新闻当中 它的意思就是近 是要全身入境 并且 我就说牧师 那你来看 我们看史如行传的第八章 史如行传的第八章 第八章 三十六节 新月圣经 一百七十五页 史如行传第八章 三十六节 两人正往前走 到了有水的地方 太监说 看这里有水 我受洗 有什么妨碍呢 请看三十八节 于是吩咐车站住 菲利和太监二人 同下水里 菲利就给他来梳洗 我说看了这段圣经章节 牧师我的理解 他们如果 如果你说旷野里面 没有水 那他们不必停车 他们不必下车 他们更不必下水里面去 从水里上来 可见那个地方有水 所以我就说 旧位当中 雪民在行走旷野路 他们在旷野里面 当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水 大部分都是没有水 但有的地点是有水 比如说来到马拉的时候 有没有水 有啊 有水 只不过那个水是苦的 但是神让苦水变为田 后来又到乙林 有十二棵棕树 又有十二股水泉 我说当然旷野 大部分地方都是没有水 但是有些地点 它就是有水 圣经的记载 明明就是说 那个地方有水 而且怎么样 还不是水 还不是水很少 还水多 他们是什么 两个人下去 而且怎么样 又上来 我说如果是按照 你的讲法 如果他们只是点水 滴水 撒水 那根本就不必下车 那车上都有 被有引用水 就拿那个引用水 它也不必下车 就直接点水 滴水 撒水 这样就完成了 当然我也是比较俏皮 我说 那干脆就连水都不用 连口水都可以拿来点 这样子 但后来他就很生气 他就挂好电话 所以我们在想 很多人在强调 他们所说的是真理 但是我们要想一想 他们所说的真理 是自己的话 还是圣经里面的话 所以我们在 要得着这份的生命 更重要是 我们自己要听 我们自己要读 我们自己要明白 它会让我们 有得救的智慧 那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没有听 我们没有读 我们也没有明白 常常都是 人云亦云 人家说这样子 好像也对 他说这样子 好像也对 他说这样子 可以得救 他说那样子 可以得救 那就没有一个 统一的标准 甚至来带领 错的方向 所以我们今天 要来得享 这个真正的生命 我们就是要来 听生命的道 我们要来查考 我们要明白 我们的信仰的基础 要建立在真道 要建立在耶稣基督 祂的上面 那我们才能够来 得享这份真正的生命 这个是我们所提到的两项 我们要相信生命的主 我们更是要听生命的道 明白生命的道 那我们才能够得享 这份真正的生命 第三 我们除了要相信生命的主 听生命的道 我们还要得生命的圣灵 我们请看罗马书 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第二节 新约圣经 217页 八章第二节 第二节 因为是生命 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 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 和死的律了 在我们第一天 我们又读到这一段 跟大家来见证 神要赐给我们 生命的圣灵 生命的圣灵 顾名思义 就是神的灵 祂住在我们的里面 祂是有生命的 这个生命就是 能够来产生功效 能够来产生力量 能够来帮助我们 我们再来看 提多书的第三章 提多书 第三章 提多书第三章 第五节 新约圣经 三百零八页 提多书第三章 第五节 三百零八页 第五节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 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喜 和圣灵的更新 第六节 圣灵就是神 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救主 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 好叫我们 因他的恩 得称为义 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 成为后世 在这里保罗将来提到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其实不是因为 我们的好行为 是因为他的怜悯 他的爱 白白把这份恩典 来赏赐给我们 那记得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所强调 相信神明的主 借着重生的喜 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接受洗礼 我们就重生 我们就在二点当中 我们跟神的生命 来连结 我们就复活了 但是还加上一项 是什么呢 和圣灵的更新 这个圣灵 出来来印证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这个圣灵 出来来告诉我们 我们将来有永生 记忆的盼望 这个圣灵又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生命 能够帮助我们 不断地去更新 常常我们有软弱 常常我们有缺陷 常常我们明知 但是却是故犯 但透过圣灵帮助我们 借着我们所听得到 借着我们在圣灵的祷告 能够帮助我们 改变不良的习惯 能够帮助我们 跟神的生命 越来越亲密 为什么 因为圣灵就是神的生命 祂的生命 要住在我们的里面 好 那我们要先来看一段事迹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十九章 第一节 我们要看到第十节 新月圣经一百一十页 十九章第一节 耶稣进了耶利哥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 做税吏长 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为人多 祂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世杰 就跑到前头爬上山树 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五节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 撒该 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第六节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七节 众人看见都私下一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第八节 撒该站着 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如果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辈 第九节 耶稣说 今天救恩 到了这个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 世上的人 阿们 这段圣经章节 提到了一个很可怜的人 虽然生活当中他很富裕 但其实他的心有没有满足 没有 他的心没有真正的满足 他的心没有满足 除了说物质不能够满足人的心 更是提到 其实他是一个受到人家排挤的人 虽然很有钱 但怎么样 大家都不喜欢他 称之叫罪人 称之叫税吏 讨厌他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候会多收人家的税金 而中饱失难 所以大家都知道 很讨厌 你今天能够成为财主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自私 是因为贪财 多拿人家的钱 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去 所以当他要看耶稣的时候 大家不理他 他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爬上了桑树 但嘴树知道 嘴树叫他 撒开 下来 下来 今天我要住在你家 我必住在你家 撒开他很开心 他就很欢喜地回去准备 接待了耶稣 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撒开怎么讲呢 主啊 我把一半给穷人 我都讹诈了谁 就还他事倍 有人说他可能会破产 但是我们想一想 是不是爵树主动要求他说 撒开 你钱那么多 你以前那么贪财 甚至是讹诈人 所以你要还出来 爵树没有这样跟他讲 没有啊 爵树没有这样跟他讲 爵树没有跟他说 你现在 因为我住到你家 所以你要有爱心 没有啊 爵树没有这样跟他讲 是他自己主动 是他自己愿意 他被爵树的爱 被爵树的生命 所感动 所以怎么样 他在那个时候 因为主耶稣到他的家 所以他改变了 这个就是更新啊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 借着重生的喜 和圣灵的更新 所以我们很羡慕撒开啊 主耶稣能够到撒开他家 今天主耶稣有没有到我家 有啊 今天主耶稣也愿意到我们家 更不只是要到我们家 还要到什么地方 还要住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 约翰一书 第三章 第三章的二十四节 新约圣经三百四十八页 约翰一书第三章 第三章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遵守神秘的就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 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所以当我们很羡慕撒开 他被神的生命 被耶稣的生命所改变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有机会 透过什么 透过圣灵的内住 所以我们是在什么 耶稣基督的里面 耶稣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是何等的宝贵 当一个人有耶稣的灵的时候 他能够被更新 就要像撒嘎一样 很多时候道理我们都知道 要喜乐 要有爱心 要有帮助人 要诚实 这些道理我们都知道 但知道不一定做得到 为什么 因为缺乏属灵的生命 但当神属灵的生命 住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有力量 我们就有个力量 像撒嘎一样 主啊我愿意改变 不是说 不是人家去要求的 不是我这里塑造的 而是什么 很自然而来 内在的更新 内在的改变 是由内而外 而不是别人的要求 而不是大家 舆论的压力 都不是 是我自己愿意 好像是傻该一样 虽然这个时代 很多人他活得不快乐 为什么 因为没有生命 他没有找到生命的主 他看了很多书 但是他也没有 读到生命的道 他更没有 圣灵生命的内住 虽然活得不开心 不快乐 甚至活得响死 所以他在家里面 虽然住着豪宅 开着名车 也是高学历 但怎么样 他觉得活得不快乐 他觉得人活得 一点价值都没有 人为什么要活着 为什么活得这么痛苦 为什么要想这个 为什么要想那个 为什么遇到这个 人家说 哎哟 你想太多的了 放轻松 去旅游 去旅游看一看 他也觉得没有什么 去买东西 他也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那读书 读再多的书 更多的酬烦 他还是不能够快乐 最后怎么样 甚至了结自己的生命 很可惜 所以那些会走上绝路的人 并不是什么 有时候并不是那个穷人 并不是那个没有知识的 常常那个走上绝路的 了结自己性命的 他很聪明 他也是认为很有智慧 但是怎么样 他里头没有神 他的生命 所以这个都想起 我妈妈的见证 我妈妈是因为 我舅舅他介绍 我舅舅是因为犯鬼 得了很奇怪的怪病 后来被主耶稣来医治 那个时候他就很热心 要跟自己的妹妹来介绍 那我妈妈也很直接跟他讲 信耶稣三种人 他说哪三种 老人 他就营养没事情 他在家里就梦听 去思想人生的结局 第二种呢 病人跟你一样 生病 就没那么多了 使马当活马医 第三种呢 笑的 就笑得没那么多 所以要不然你去试试看 这样子 我既没有老 我也没有病 我也没有疯 我干嘛去信耶稣 我妈妈的概念是这样 那个时候她才二十出头岁 她觉得她不需要这份的信仰 但是因为 我舅舅的亲情公事 就常常买东西送她 请她吃东西 吃人资金 不要嫌人细尿 要不然就 勉强去一次 所以就刚好 南门教会 领恩布道会 所以我妈妈就受到 我舅舅的邀请 那来到 教会来聆听真道 当然 第一次到教会来 圣经也不太会翻 当然所讲的理解是很有限 但是她觉得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不一样 这个地方有生命 为什么 她觉得有一股力量 在感动她 在感动她 所以后来人家也鼓励她 你到前面去祷告 到前面来祷告 结果那次得到圣灵 眼泪直流 然后很开心 好 那之后她得到圣灵之后 她就在做见证 她在做见证 她说我的哥哥 是因为魔鬼病 病得要死 但她不想死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她有未婚妻 就是我舅妈 现在的舅妈 她生病病得要死 但是她不想死 她想活着 但是我虽然没有病 但是我天天想要死 那天天想要死 是因为父母 大家不好吧 没有我外公外婆 对她很好 因为她是年纪最小的 但是不小的人 她就是活得很不开心 常常跟家里面的人吵架 她觉得父母亲 对她不公平 所以常跟父母亲 吵完架之后 就跑到海边 到我们那个地方 黄金海岸 去看海 因为听说心情不好 去看海好像有效 不要听人家乱讲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看海越看越害 这么大的世界 竟然留不下我 我干嘛活着 所以怎么样 好几次她走到海的里面去 走走走 走到海的里面去 然后那个水来到腰 来到胸 来到脖子 想要死又很怕死 然后就又跑回家 躲在棉被里面 一直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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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快乐 所以常常看人都是这样 爱撤会惊 脾气很不好 但是当她那次到教会来 听了真道 得了生命的胜点之后 她回去改变了 我外婆就是问她说 主啊主啊 你是在欢迎什么 你是欢迎什么 你是写着 她说有吗 她不知不觉 她改变了 她原本是一个 丑隆满面的人 她原本是这样 看人都是喜眼 在看人的人 常常在咒骂别人的人 但是她改变了 因为她知道 她生命的意义 她的生命 跟神的生命 连结的时候 她不再想死了 她觉得原来 活着这么好 有神的同在 这么的好 所以当然后来 才会认识我爸爸 要不然如果看人 看人是这样子 会给人家乱骂的 怎么可能有人喜欢 所以如果我们在路上 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 那个会乱骂人的 那个会这样子的 我们要怜悯他 他没有神的生命 要跟他见证 所以这是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的生命 跟神的生命 连结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 我们会体验到 原来这份信仰 这么的美好 这是真生命 所以期待我们得目到朋友 主内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去相信 生命的主 我们更是要聆听 生命的道 我们更是要去体验 生命的圣灵 真的能够让我们的生命 得着丰盛 正道到此